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的題目是 国家变变变 有听不懂 北京的 都听不懂 台语的都听不懂 我这样说 台语不懂 所以 有时候用北京的 比較清楚 第一个辩是 随便的艺术 青菜的艺术 第二个辩是 辩法 就是 第一个辩是 現在的人对国家的官僚都很青菜 很青菜 什麼都叫国家 比如说 聯合国是不是国家 不是有一个国理 不是有一个理 叫做国的就是国家 對不對 啊 第二个辩 第二个辩是 辩法多端的意思 比如说 呃 你会听说 世界有一个东西叫做 國中国 一个国家里面 还有一个国家 比如说 意大利里面 有一个梵蒂冈 比如说 欸 意大利里面 还有一个圣马利诺 你会想说 这是什么种种 国家的情况是 情况是变化多端 那 了解一些 国家的基本组成形态以后 我们才能分辨 什么是比较好的国家 什么是辩好的国家 以及我们需要 我们想要的是什么样的国家 我们所要爱的是 什么样的国家 哦 这 这百度 敢有人知道 不知道齁 这百度是 十七世纪 有一个很有名的 政治学的 小 叫做 立委坦 Liverton 他是 社会契约论的源头 他的作者叫霍布斯 这幅画是那部书的封面 那部书的封面 如果你了解 这幅画的意思的话 你大概就了解 什么是国家 什么是比较好的国家 以及 我们为什么需要国家 所以这幅画的意义是很深刻的 那 这有一句话 他说 在地上没有别的权威可与之相比 这是在旧约的约伯纪四十一章二十四节 你们可以去网路上找这句话的意思 跟他背后隐含的那个典故 其实很有意思 那 我这里就不多说了 等一下有时间的画 我会解释这百度的意思 有时间的画 那我们现在先从一个时事观察开始讲 就是说有一则新闻 去年有一则新闻是这样的 台湾今年首次出席国际民航组织大会 要感谢北京 艾扣理事会主席今天对台湾媒体表示 他今天是去年的9月23号24号 他接到中国政府的建议去邀请台湾 所以决定邀台湾做他的来宾 这就是台湾为什么会在这里的原因 你如果看到这个新闻 你会详细说 诶 因为是接到中国政府的建议 所以台湾可以去参加这个台湾 所以你会想说 诶 中国是不是对台湾有冠核款 对吧 你会这种粗账嘛 对吧 但是 头一个你要想说 如果是有的款 是哪一种冠核款 冠核款也有很多款 比如说 有保障的关系 保障的关系 宗族的关系 附属的关系 这是基本的三种管辖权的关系 但是也不完全啦 還有很多种 但是在很早以前的国家 就有这三种了 比如说以前的西宗 跟台湾帝国 它就是一个宗族的关系 徒伯就是西宗 以前就是一个国家 它是一个主权的国家 但是它 它不说它的独立 所以它跟台湾帝国有一个宗族的关系 但是它是一个主权的国家 是一种是一个主权的国家 以前啦 啊 什么叫保障的关系 比如说 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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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现在的韓国 现在韓国有 人韓跟百韓嘛 对吧 比如说 人韓跟百韓 是什么意思 人韓跟百韓 以前 第二次世界大前 要结束的时候 共占領嘛 对吧 占領的时候 就像我们现在要生理民政府一样 南韓 也是一个民政府 百韓也是一个民政府 那你就知道了 所以说 有什么他们 他们以后一定会通议 因为 他们的变形南韓跟百韓 其实 就是 战争的状态还没有完全恢复 因为占领是战争造成的 所以 这个占领的国 它有义务要去恢复到战前原本的状态 那 战前原本的状态就是整个朝鲜半岛 是一个完整的国家 但那个国家呢 在1910年的时候被大日本帝国兼并了 他大日本帝国兼并的时候呢 他在190几年的时候 是先经过一个保护关系 也就是说 一个保护国跟被保护国的关系 大日本帝国是保护国 朝鲜帝国是被保护国 好 这是一个保护关系 但是到了1910年的时候 通过一个并和条 并和条约 这个并和条约 所以就是说 这个 朝鲜的皇帝把 把统治的 把那个主权权力 让给 这个 大日本帝国天皇陛下 所以 你要注意哦 我说的是主权权力 而不是完整主权 也就是说 他并没有把主权义务 整个也割让 也给这个 大日本帝国天皇陛下 所以他只是说 等于是统治权 交由这个 大日本帮他统治 天皇帮他统治 所以 但是他 整个领土还是一个完整的领土 他没有分什么南北 没有 所以 在战争结束的时候 照理说 虽然 盟军是说 我要把朝鲜解放 让他脱离大日本帝国的统治 可是他还是要恢复那个完整的领土 所以 虽然因为占领的状况分成南韩跟北韩 所以那都是一个暂时的状态 就长远来讲 都是一个暂时的状态 所以你看南韩的人民 他们拿的护照是什么颜色 有谁知道南韩 所谓的南韩是个很简略很简略的不正式称呼 南韩的正式名字叫大韩民国 大韩民国的人民 现在出国拿的护照是什么颜色 谁知道 就跟台湾人民拿的一样 绿色 中华民国护照不是绿色的吗 有没有人想过为什么是绿色 不是红色不是蓝色 你这个其实就是一种 就是一种区分了啦 好 简单讲可以这样子 拿蓝色的 是主权最完整 而且是独立的国家 拿红色的是主权国家 但是他未必是完全独立的 就是他是主权国家 可是他未必是完全独立的国家 主权跟独立是分开的两种形容 一种特性 有的人说 啊我们是主权独立 其实主权跟独立是两种 不一样的概念 拿红色的代表他是 拿红色护照的代表他是主权国家 但是他某种意义上不见得完全独立 拿绿色的是什么 他连主权都 都是有问题的 拿绿色的护照代表那个地区 拿这个护照的人民 發给他这个护照的当局 不足以代表当地的人民 也就是说他可能是被占领 或是一种过渡状态 所以南韩民众为什么拿的是绿色的 可是你会问喔 那北韩拿的是什么 北韩拿的是蓝色 为什么他拿蓝色 因为他想要表示说 他是一个主权国家 这样你懂了吧 那你可以再问一个问题 欧盟的国家拿什么颜色 欧盟的国家大部分都是拿红色的 你去想想看为什么 为什么欧盟国家拿红色 那美国拿什么颜色 当然是蓝色 因为他是最强大的 他是完全主权独立的国家 但是红色的国家不见得不好 比如说英国 英国为什么拿红色 我已经讲了 红色是代表主权 但是他未必完全独立 什么意思 英国女皇他要 宣布下一任的女皇的时候 不是英国自己说了算 是那些大英国协的主要成员 叫Common Wales 等一下我们会介绍到 他们可以共同去决定 英国女皇的继承的人 比如说加拿大 澳洲 纽西兰 那些地方 可以一起来决定 英国女皇下一任继承人是谁 所以 他不见得完全独立 他是主权国家 但他未必完全 但这样有个好处 什么好处 也就是说加拿大澳洲纽西兰 这些跟英国合作会 變成一个大家族 他们虽然大英国协 虽然不是一个主权国家 他也是一个国际组织 但是他是一个大家族 他有很强的约束力 这是 虽然他拿红色 可是他有这种好处 所以你要了解说 國际地位不是我们自己在幻想 你今天出个国 你拿个护照 你进去这个海关 人家就知道 哦 你的背景了 他看你拿护照的颜色 就知道你是从哪 你的 發给你这个护照的当局 权力有多大 OK 我们这个讲的比较慢一点 所以 中国为什么这么做 美国又做了什么 这是我们等一下会探讨的问题 那首先我的顺序是这样的 台湾当局以中国台北之名 于2013年9月24日 于加拿大蒙特罗出席国际民航组织 第二个就是我 这是讲简介这则的新闻 再来就是美港 我讲美港 就是你要注意他的出席身份 跟缘由 第三个是讲艾口规章 艾口规章 再来就是讲危机解密 这个国际民航组织又叫艾口 以后我就简称艾口 然后为什么要看危机解密呢 因为 这只是了解他的背后 他的事实 或是比较表面的真相 你只有从这个危机解密 才能看出比较深层的真相 那这个新闻是这样子的 民航局长神起 这是去年的9月23号 民航局长神起 昨天率团参加国际民航组织年会 这也是我国离开联合国 这也是我们这个国家 离开联合国 首次再回到艾口 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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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对 觉得对的请举手 觉得不对的请举手 不知道的请举手 首先 他写我国是什么意思 这很暧昧 我国是指什么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联合国专门机构退出大会 24号 将大家的微信 台湾退出联合国 你看 他这里我国是指台湾 今年首 退出联合国42年后 今年首度与特要贵宾参加 中华台北代表团 诶 又指中华台北 所以他这个我国是指台湾 还是中华台北 还是中华民国 他不是 他就给你 南南做会 这三个东西 中华民国 台湾 中华台北 他就给你 南南做会 这个记者 他的 他的作文 不知道得几分 给你 南南做会 待会我们来看 什么叫做中华台北 还是什么叫做中华民国 什么叫做台湾 他是 不一样的概念 这三个都是不一样的概念 那先问一个问题 台湾有没有退出联合国 觉得有退出联合国的请举手 觉得没有退出联合国的请举手 对 那大家都知道 因为台湾从来就没有加入嘛 事实上还不只是因为台湾从来没有加入 台湾从来就没有政府 台湾只有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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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政府 当局和政府都是不一样的概念 待会我们再来解释 再来 代表团出发以特邀贵宾与会 其实也不是特邀贵宾 那个民进党立委管碧林拿出 艾口发给民航局的邀请函指出 文中以中国的台北民航局称呼台湾 对照世界卫生组织 发给中华台北卫生署的世卫大会邀请函 台湾国际地会仍遭到矮化 这对 我们以民进党的立党来看这个事情 这个立委管碧林是民进党的 民进党是什么立党 民进党的立党就是 中华民国就是台湾 台湾就是中华民国 对不对 这是民进党的立党 但是他说 这个管碧林 他不能接受 他不能接受中华台北卫生所 他不能接受中国台北民航局 这个对 他的意思是说 他感觉中华台北和中国台北是不一样的 跟有不同 跟有不同 日本都是同一样的 別难道 人文都叫中国台北 或好像像鸵鸟一樣 自欺欺人 神奇回应 特要贵心 与观察员权限相当 其实根本不相當 為什麽 所谓的来宾是指 athletic 你要发邀请函才能去 人有刀簡單車 你怎麼喊你才可以去 你叫做客人客 但是這個觀察 觀察員 他是有在這個 iCode規範裡面的 他是說你雖然沒有投票的權利 你沒有投票款 但是你也可以參加 這個會議的討論 觀察員是 可以參加這個 會議的討論但是雖然他沒有投票的權利 可是這個來賓是根本就不能參加討論 所以這個權限根本就不相當 這個民航局長也是胡說八道 他以為台灣人 都不會去查iCode的規定 再來 他說 以往未加入iCode 就是國際民航組織的時候 最新措施各位犯都是有鄰國告知 他 一個 管理台灣的 當局的民航局局長 他連 他連這個最新措施跟規範都是有鄰國告知 事實上也不是鄰國告知 你看蘋果日報 他就說他都是買書才知道 去網路上買書 你看 最離譜的是 他自己說 民航局長自己說 iCode最近在中央山脈 規劃一條航道 這個國際民航組織 他在近年 最近 在中央山脈 整個一條航路 台灣是最知道 其他 包括航路高度方向管制 等非常細節 我們都是後知後覺 非常危險 人在你的家裡 停空 規劃一個航道 你是最後才知道 你真的有這個領空的管轄權嗎 Gay嘛 對不對 Gay嘛 這個就是民航局長神奇 CAA就是民航局 Chinese Taipei有沒有 Chinese Taipei你要翻成中華台北 中國台北不都一樣 英文都一樣啊 Gast你看 他不是寫spatial guest spatial guest才是特別來賓 他只是客人嘛 他只是來賓嘛 所以你看 出席身份與原由 1944年的時候 52個國 這個國是哪個英文字 跟國家相關的英文字有三個 一個叫country 一個叫nation 一個叫state 等一下我們來看 country nation state 哪一個才是真正的國家的意思 這個國你可以回去想一下 這個國是指country nation state 哪一個字 他簽了國際民用航空公約 因為是在芝加哥簽訂的 所以又叫芝加哥公約 ROC是 就是中華民國是創始會員之一 1947年3年後 1947年4月4號公約生效 國際民航組織成立 然後呢 這個中華民國又在1951年退出 1953年1月的時候 在這個地區的空中航行會議 中華民國應這個國際民用航組邀請 以觀察員身份與會 後來又通過議案 承認台灣為國際的飛行 空中飛行管制中心之一 同年7月 就是1953年7月 在倫敦 然後又通過中華民國政府重新加入 你看到這個你不覺得很深色 很趣 他本來是正式的會員 他是創始的會員 正式的會員 他管理很大 但是為什麼他在 1951年的時候他退出 結果 又在1953年的時候 他又變觀察員 觀察員就比較低了 有沒有 不可以投票 再來 再來 再來重新加入 他有什麼要怎麼做 北歐有故事 你如果知道這北歐的故事 你對台灣的地位 你就差不多了解了 你對中華民國的地位 你也差不多了解了 我們待會兒再來上次說這個原因 我們先來看看 後面這個 1971年的時候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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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掛出聯合國 什麼 今次上的代表 蔣介石的代表 從聯合國的席位上 驅逐出去 不是中華民國 也不是中國 中國從來沒有退出聯合國 中國從來沒有退出聯合國 那是什麼退出聯合國 是蔣介石的代表 被 趕出聯合國 蔣介石的代表 什麼代表 代表中國的那個政權 所以 因為他被趕出 所以他 那個聯合國就發文給相關的機關 包括這個ICO 就建議他們 所以 沒多久 他就退出了 事實上是1974年 因為他先是 理事會通過 1971年 理事會先通過 要中華民國退出 ICO 那1974年的時候 他才正式 大會通過 那我們來看什麼是中華民國 什麼叫中華民國 這個瓦鋼是什麼 這個瓦鋼是什麼 首先 我來問大家一個問題 中華民國的生日日 幾號 10月10號的請舉手 兩個人 不是10月10號的請舉手 不要看 不要看頂頭 你自己想嘛 中華民國的生日是幾月幾號 好 這個 我跟你講 這有很多答案 這有很多 沒有標準答案 但是 你如果要問一個標準答案的話 你要問我 你要先問我一個問題 我說的中華民國是指什麼 你要先問我 我說的中華民國指的是什麼 好 我們把問題簡單化 就說是 就說是 國民黨 國民黨告訴我們的那個 1911年發生辛亥事件的那個 好了 好不好 我們就說是 就是說發生辛亥事件後 產生的那個 好了 辛亥事件後產生的那個 中華民國就誕生了嗎 覺得中華民國就誕生了請舉手 所以大家都 都覺得 不覺得辛亥事件發生後 中華民國就誕生嘛 所以 10月10號是辛亥事件發生的日子嘛 可是辛亥事件發生後 中華民國還沒有誕生啊 他還在那裡 他還沒生出來 怎麼說他的生日是10月10號 應該不會說中華民國也有虛稅吧 所以為什麼這裡我寫1912年的2月12號 1912年的2月10號 2月12號 有誰知道 這個是 溥儀宣布退位 大清帝國的皇帝溥儀宣布退位的日子 也就是說 辛亥事件是1911年的10月10號 從1911年的10月10號 到1912年12月12號之間 溥儀還是皇帝呢 溥儀還是皇帝呢 所以中華民國怎麼會誕生 對不對 所以 國民黨都在騙人 知道嗎 這個日子是 那個 皇帝 大清帝國的皇帝 宣布退位 退位 退位 所以 這個日子 這是中華民國這個政府誕生的日子 所以你要區分 國家 名號 政體 政府 政權 國家這個實體 名利 政體 政府 政府 政權 這是 都不一樣的概念 比如說 你想一個問題 1979年的時候 1979年1月1號 民國 六十八年 不是說中美斷交嗎 記者都說中美斷交最近改成台美斷交了 那中美斷交 記者是怎麼理解的 他就是說 美國 美國跟中華民國斷交嘛 那時候他覺得中華民國就是中國 所以美國政府跟中華民國政府斷交就是美國跟中國斷交 可是同一時間 可是同一時間 美國又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 可是美國又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代表中國 所以你就會發生 同一個時間美國跟中國斷交又同時跟中國建交 所以說 建交斷交不是國家 建交斷交是政府或政權 懂意思嗎 什麼叫做建交 建交就是 比如說美國跟中國建交 表面上是美中建交 其實是美國的 美國的那個政府 的某一個政權 比如說 卡特這個政權 跟中華 跟中華民國 政府的蔣經國這個政權斷交 撤除它的承認 所以它是政府跟政府之間的事 或政權跟政權之間的事 不是國家的承認 不涉及國家承認 所以 我們說中美斷交 中美建交 講的好像是國家的事 其實不是國家承認 而是政府承認 就是像 我看到你這個人 明明你這個人就存在 什麼叫建交 建交是我要跟你做朋友 你知道嗎 建交就是我要跟你做朋友 斷交就是我沒有跟你做朋友 但是你這個人又是存在 對不對 所以斷交不是說你不存在 不是我不承認你不存在 斷交只是說 我不願意在某一個時間內 我不想跟你當朋友 這個時間就是那個 某幾個人當政的時候 所以它是政府之間的事 或政權之間的事 而不是國家 所以 這是中華民國 名字叫中華民國 國家就是支那國或中國 政體就是共和政體 你也可以叫中華民國政體 它是第一版的共和 政府是北洋政府 或中華民國政府 政權是袁世凱 在這個階段 再來呢 在這個 袁世凱當 當皇帝的時候 這個名字就改了 他叫中華帝國 他不叫中華民國 他叫中華帝國 他叫中華帝國 紅線帝制 叫中華帝國政府 後來 後來袁世凱倒了之後呢 又叫中華民國了 這是第二版的共和政體 然後又是北洋軍閥當政 就是北洋政府 然後政權是黎元宏 再來 張勳復辟的時候呢 就是拱溥儀回來 從接政 所以政權是溥儀 政府是張勳的軍政府 滾進戶啦 政體是君主立憲的政體 名字叫大清 不是說 一直叫中華民國 或中華帝國 他也有叫大清的時候 你要注意喔 我這裡寫的都是法統喔 這是同一個國家喔 同一個國家喔 名字不一樣 政體政府都會換的 政權 政體政府政權名字都可以換的 可是國家都同一個 國家同一個 再來就是中華民國 這是 後來張勳復辟十幾天就結束了嘛 段祺瑞又成立一個臨時政權 他也想寫一個憲法 這是第四版的共和 再來是北洋政府 第五版的共和 再來是張作霖成立 他張作霖這個控制了北京 所以他是一個軍政府 他的名字還是叫中華民國 他的政體還是共和政體 雖然他是軍政府 表面上是共和政體啦 事實上他是軍政府 所以名字都是中華民國喔 這個頭都是 這個頭都是羊頭 可是狗肉都不一樣 中華民國最喜歡玩 掛羊頭賣狗肉 事實上 事實上他本體都是 在國際上都是認知他是中國 只是他的名字是可以換的 OK 再來 這個張學良 張作霖的兒子跟蔣介石投降之後呢 就東北義赤嘛 棋子換了 就這一天 所以就變成又回覆到 共和政體 就是中華民國國民政府 這個時候就是國民政府了 一開始孫文在廣州成立廣州軍政府 然後廣州軍政府又變成武漢國民政府 然後變成南京國民政府 最後這個國民政府就是南京國民政府 南京 南京的那個國民政府 所以就蔣介石臨聲嘛 蔣介石 但是在1932年的時候呢 溥仪又回到滿洲重新建國 所以這個溥仪的有一個滿洲國 這滿洲國是一開始是共和政體 後來又變成君主政體 OK 所以不是所有你 所以現在所 不是 滿洲那個時候有一段時間 是並不在 現在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華民國統治之下的 在1945年10月25日的時候呢 麥克拉瑟將軍 委託 叫這個蔣介石 蔣介石叫這個陳怡 用一般命令第一號 在台灣成立佔領的軍政府 那一天我們的教科書都叫光復節嘛 其實他在戰爭法下是一個交戰佔領的開始 不是什麼光復節 那是騙人的 10月25日是在台灣的佔領日開始 1948年5月20日 他有所謂的行線 中華民國所謂的行線 所以這個時候是 先是蔣介石 後來是李宗仁 這時候佔領軍政府也同時存在 並行的 然後呢 1949年12月5號的時候 到這兩個階段 12月5號什麼日子 中華民國的代總統李宗仁開始流亡 開始走路啊 中華民國的總統開始走路啊 這個李宗仁 所以你如果是用國內法的觀點 其實他們是沒有政府的 國際法是另外一個觀點 可是以國內法觀點 中華民國在這兩個階段是沒有政府的 沒有合法的代表政府 可是中國就不存在嗎 事實上中國是存在的 也就是說一個國家的存在 不見得政府不存在 國家就不存在 有沒有別的例子 有 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德國被四個國家佔領 美國 英國 法國 蘇聯 德國被四個國家佔領 德國那個希特勒的政府 也是被摧毀了 被解散了 所以德國沒有德國人民自己的政府 對不對 他只有佔領軍的政府 那德國就滅亡了嗎 沒有 並沒有 因為這個是有法院的判例 這是在 我忘了是在德國還是義大利 反正就是有法 德國的判例 有法院判例就是說 德國就算是被佔領 政府都不存在了 德國還是存在 德國還是存在 另外一個例子是什麼 大日本帝國 這就跟台灣有關了 大日本帝國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還有 帝國政府 在1947 是 就是說 通過日本 國憲法 日本國新憲法的時候 被解散掉 之前被解散掉 台灣總督府也是在 在戰後被 被解散掉 可是請問 台灣或是日本 沒有這個代表 原本大日本帝國的政府的時候 請問 大日本帝國還是不存在嗎 你可以想這問題 何況 大日本帝國跟德國不一樣的例子 德國還是 還是民主共和制 他不是君主制 在希特勒統治下 他是君主制 他是共和制 可是大日本帝國是君主制 在共和制的時候 整個政府都不存在了 總統也不存在 德國還存在 何況是君主制的時候 雖然帝國政府被解散掉了 可是天皇陛下 這個職位一直存在 所以大日本帝國是存在的 只是大日本帝國政府 目前完整的並不存在 現在的日本國政府 只是部分繼承 那個原本的大日本帝國政府 部分繼承 沒有完整繼承 OK 所以 這個1952年8月5號是什麼日子 1952年8月5號就是在 就是日本 日本國政府在美國主導下 跟 跟蔣介石這個政權 簽台北合約 又叫日華合約 日華合約生效的日子 不是簽啦 他簽約是在 在究竟在和平條約生效日 也就是1952年4月28號 的前幾個小時 簽訂日華合約 在幾個月後 也就是8月5號生效 也就是說 在日華合約一生效的時候 蔣介石流亡政權本來是不能代表整個中國的 但是因為他去被主導簽了這個和平條約 和平條約是最大的一個條約 條約也有分等級的 和平條約是最高等級的 為什麼 因為條約他可能有的只是一種政治性的安排 政治條約 同盟的條約 領空的條約 飛航的條約 運送貨物的條約 經濟的條約 那個都是一種事務性的條約 政治性的條約 可是所謂的和平條約 那是 會影響到國家的狀態 因為戰爭是一種狀態 和平也是一種狀態 你怎麼從和平的狀態變成戰爭的狀態 通常是通過宣戰 正是要通過宣戰布告 然後 撤離那個外交使節 那要從戰爭的狀態 恢復到和平的狀態 就一定要簽訂和平條約 一般來講 最正式要簽訂和平條約 所以和平條約不是隨隨便便的 當局可以簽的 所以你能簽和平條約 代表你這個當局可以代表那個國家 OK 所以蔣介石流亡政權本來 在這兩個階段是不能 沒有那個合法性去代表中國的 但是因為美國主導日本國去跟蔣介石政權簽日華合約 所以他取得了那個代表性 在這個日子之後 所以這個時候他又變成中華民國政府了 但是他在流亡中 除了金門馬祖那兩塊土地是中國的領土以外 台灣澎湖並不是中國的領土 然後呢他又取得了次要佔領軍政府的地位 為什麼 因為在就金山和平條約生效的同時 還有一個東西也生效 什麼東西 美日安保條約 美日安保條約之下 在就金山和平條約的第23條A 確定了美國是台灣的主要佔領全國 美國如果是台灣的主要佔領全國 在美日安保條約 好像是第五 不知道第幾條我忘記了 下次我可以找出來給大家看 他讓美國可以延長佔領 而且美國可以去決定說 他可以第一個去決定說 其他人的佔領事宜 所以作為主要佔領權 他同意 蔣介石這個政權呢 繼續在台灣繼續佔領 蔣介石並 蔣介石並不是 並不是因為 並不是因為日華合約取得次要佔領權 日華合約是讓他取得了管理當局的身份 日華合約也就是台北合約是讓蔣介石這個政權取得了管理當局的身份 可是蔣介石這個當局能夠作為次要佔領軍政府 是因為美國的同意 也就是第一版的美日安保的授權 當然還有決定上和平條約了 再來 所以你知道這個時候呢 中華民國政府 中華民國就有兩張名片三個頭銜 由兩張Messie三個頭銜 他的名字 這個人的名字都叫做中華民國 在這個時候 這個人的名字叫做中華民國 由兩張Messie 這張Messie的頭銜 叫做中華民國 中國的代表政府 他流亡中的代表政府 他流亡中的代表政府 第二張名片 有兩個頭銜 有兩個身份 一個身份是 簽領的軍政府 簽領的簽領的軍政府 一個是在你當局 所以他有兩個名片三個頭銜 OK 那到1979年1月1號 什麼日子 就是美國撤除對 中華民國這個政府的承認 中華民國代表中國的那個承認 當 美國一撤離的時候 因為美國是主要佔領權 所以當他撤離了 他對這個次要佔領權 代表中國的那個承認的時候 中華民國就不能做為佔領軍政府了 為什麼 你要記得一句話 佔領是一個國家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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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說什麼 國家是什麼意思 在國際法裡面 國家就是一個人 一個完整的法人 國家 就是說在國際法裡面 最完整的那個法人 就是主權國家 所以 佔領是什麼 佔領就是說 這個東西如果是沒有人的 或者說 沒有人 他去先佔領 意思說他可以去拿到這個東西 他必須這個人是 我是一個有完整資格的人 我才能去拿這個 我才能去撿到這個失誤嘛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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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說 我連人都不是 我只是一隻猴子 我可以去撿 我可以撿到100塊說 猴子說這100塊是猴子的嗎 不可以嘛 懂我意思嗎 即使這個猴子被人家養得 跟好像跟人一樣 會模仿人 然後也會幫人做事情 現在這個當局就是猴子 他不是國際上 國際法裡面真正的人 不是國際法裡面真正的法人 他只是在幫美國 他是美國勸養的狗 或是猴子 雖然這隻猴子會做很像人的事情 他沒有完整的人格 他沒有國際法的人格 所以佔領是一個 完整的國際法人才有的權利 所以在這個時候 美國一旦撤離對他的 代表中國的那個承認 第一個他已經不是政府了 他是政權了 第二個他沒有佔領權了 所以他只是一個 但是他還是一個治理當局 治理當局也是一個頭銜 治理當局也是一個頭銜 因為這個治理當局的頭銜 不完全來自美國 不完全 為什麼 因為這治理當局的頭銜 是來自台北合約 也就是日華合約 可是你會問我 日華合約不是在 1972年的9月29號就已經失效了嗎 1972年的9月29號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日本的外務大臣大平正方 就是跟中國合力發表了日中聯合宣言 從那一天開始 台北合約失效 那你會問 台北合約不是失效了嗎 為什麼中華民國 台灣政府還有治理當局這個頭銜 這是一個很 很細的問題 很細的問題 我可以給你們一個提示 這提示就是說 一個合約 一個條約 它不是只有條約本文 它不是只有條約本文 要包含條約的所有附件 所有的附錄 當時簽訂條約的時候 所有的來往的正式公文 比如說什麼 議定書 比如說 協定 比如說 換文 比如說附錄 這些所有 哩哩哩哩哩 加起來都算是條約的一部分 條約不是只有本文 所以 確定中華民國作為治理當局的 不是只有台北合約的本文 還有它的那些哩哩哩哩 第二個問題就是 一個條約 如果失效了 請問它的那些哩哩哩哩 那些 附錄是不是跟著失效 這是一個國際法很有趣的問題 你們可以回去想這個問題 如果你想通了 你的國際法其實已經到了 某一種高度了 但是我可以告訴 可是你可以去想一個事實 事實上 中華民國到現在還是有治理當局這個title 所以你就回去想 問題出在哪裡 那我們來講什麼是台灣 我們剛剛已經了解了什麼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就是說 它是一個名字 這個名字呢 在1979年以前 他有 這個人他有 這個人的名字叫中華民國 在1979年1月1號 這個人的名字就被改成了中華台北或中國台北 那這個人 應該說這隻猴子啦 這隻猴子呢 在1979年以後 他就變成猴子了 1979年以前 國際上他是個人 他的名字叫中華民國 他有兩個名片三張頭銜 1979年1月1號以後 這個人就變成猴子了 但是他看起來像人一樣 他就變成兩張名片 兩個頭銜 那什麼是台灣 我們先看幾個事實 作為台灣統治當局的中華台北流亡政權 不是主權國家 這個台灣 通常你不會看到這個瓜糊啦 那為什麼是寫統治當局呢 因為他是寫中華台北 這裡又是寫主權國家 他的英文是sovereign state 等一下我們會看什麼是state 因為他這裡用的國家是state 而且他用的是中華台北 也就是說 這是一個當局的名字 這是一個統治當局的名字 這是個當局 這是一個state 所以 這個台灣一定指的是統治當局 即使他不 他不把你標出來 我是幫你標出來 再來看 台灣不是獨立的 他作為一個nation 並不享有主權 通常也不會告訴你這個人民 可是你從這裡的nation 你可以判斷 這裡的指的台灣一定是指人民 所以你看喔 這裡一個state 這裡一個nation 通常記者 或是外面很多台灣人 都把它翻成國家 我們等一下回來看 這到底是什麼 台灣現在被中國流亡政權 作為台灣黨裡治理 這個台灣指的是什麼 他既然這裡講說被治理 所以這個東西一定是指 被治理的那個人民 或是那個地方 對不對 所以這個台灣指的是 不是指當局 是指那個人民或是地方 所以你看喔 是不是有三種概念了 一個是當局的概念 一個是主 當局是一種政治組織嘛 統治的政治組織 一個政治組織 然後地理人民 至少一個台灣有三種概念 台灣的人民 與台灣上的人民 因為這裡有個上有沒有 所以它一定是指 這個台灣是指一個地方 一個地理概念 一個地方 所以台灣這個地理上面的人民 當然是包含那些中國難民 當然也包含外國人 但是通常這個人民 人民在美國來講 是有包含外國人的 要看它使用的場合 我應該說 你要看它使用的場合 台灣的人民 這裡的德是什麼 這個德的英文是off 它是一種屬性 也就是說 具有台灣這個屬性的人民 當然就不包含難民 因為難民是後來 經過戰爭的因素 逃難到台灣的 它不是原本就屬於這塊土地 它不是土生土長 它也不是移民規劃的 所以這兩邊的概念就不一樣 可是這個英文一個叫 the people of Taiwan 一個叫the people on Taiwan 那你在外面 它全部都把這個殺掉 叫台灣人民 台灣人民 所以就是台灣 大部分的人就是在困惑 第一個就困惑在這裡 台灣 屬性的人民 跟台灣地理上的人民 就把它混淆了 再來混淆什麼 美國在台灣關係法裡面 又去混淆說 台灣當局跟台灣人民 台灣關係法裡面 台灣人民是台灣上的人民 所以也就是說 我們台灣人都自以為說 我們是具有台灣屬性的人民 我們在這裡土生土長 所以台灣跟我們有不可分親切的關係 可是在政治的操作下 那就變成說 這個當局是代表我們的 事實上 這都是完全不一樣的概念 我們來看台灣是什麼 台灣關係法的第十五條 台灣關係法第十五條 他說 台灣一直將事情況需要 包括台灣及澎湖列島 這些島上的人民 公司及根據這些島嶼的法律 設立而組成的其他團體及機構 1979年1月1號以前 美國承認為 中華民國的台灣治理當局 及任何接替的治理當局 所以這裡的國家 這裡的台灣有幾種概念 有五種概念 哪五種 第一個 台灣及澎湖列島 地理概念 第二個 島上的人民 這裡是用on 有沒有 the people on those islands on 再來 公司 這個公司的英文是cooperation 其實是應該翻作法人比較好 公司是一種狹隱的法人 並不是廣義的法人 所以這應該是法人 第四種概念 非法人的那些團體跟機構 第五種概念 治理當局 所以我再重複一次喔 台灣一辭市情況需要 有五種概念 第一個概念 地理概念 第二個概念 人民 第三個概念 法人 第四個概念 非法人 第五個概念 治理當局 所有這五個概念 都可能會用台灣去包括 所以你看到一句話 他都講台灣 你要去想 這個台灣代表是什麼概念 否則你頭髮就說了 你懂我意思嗎 這就是美國在玩模糊策略 他首先模糊掉了 台灣的人民 跟台灣上的人民 然後他又模糊掉 台灣當局跟台灣人民 然後他把台灣 包含當局 他都模糊掉 我們來看一下什麼是管轄犬 我們來看一下什麼是管轄犬 所以回到剛剛 剛剛不是說那個參加ICOL的時候 不是中華民國在1951年退出 然後1953年的時候 又以棺材人身份與會 後來又重新加入嗎 現在你應該知道為什麼了吧 因為我已經解釋了 中華民國的那一段歷史 因為在那個時候 中華民國沒有政府 中國沒有政府 第一個中華民國沒有政府 所以沒有政府的時候是怎麼辦 蔣介石這個政權 雖然是佔領的一個當局 但是 他未必會有佔領權 因為他的中國代表性有問題 所以他未必會有佔領權 所以那個時候如果要參加ICOL 是那個 國際飛航組織的話 誰可以代表台灣這塊佔領地去參加 簡單嘛 美國 為什麼 美國在那個時候已經佔領台灣了 怎麼說 最早是1945年的 1945年的10月 1945年的時候呢 麥克拉瑟的一頒命令第一號 最早啦 最晚什麼時候美國佔領台灣 杜魯門宣布台海中立化 派第七艦隊防禦台灣的時候 他就用行動證明他在領 控制台灣了嘛 所以 一直到現在 到1996年飛彈 台海危機 他都一直派兵來啊 到最近 什麼大立正的時候 他都直接派軍隊來啊 派那個軍隊 那個軍人來啊 每次中華民國選舉 選舉完 你看 你看美國的國會議員 眾議院 參議員 他們是坐什麼飛機來的 軍機耶 不是坐民航機耶 他們都是坐軍機來耶 像前 上一次那個 中華民國總統就職的時候 中華民國總統就職的時候 美國的參議員 好像是參議院議長 還是中議院議長 我忘記了 他代理那個美國國會的 所謂的祝賀團啊 他來台灣 祝賀中華民國總統的就職嘛 可是 中華民國總統就職 比如說是早上 他什麼時候來 他下午才到 請問他是來祝賀的嗎 有人祝賀中華民國總統說 祝賀一個國家的元首就職 是在人家就職典禮辦完 後才來的嗎 而且是坐軍機來 不是坐民航機喔 所以他都在顯示說 誰是這塊土地上的 佔領權 美國 OK 所以你就了解說 為什麼那時候中華民國要先退出ICO 然後再加入 那我們 就 來看一下什麼是管轄權 東波 那麼美國的衛生部長 塞比尤斯呢 他在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 也很明確地表示 沒有任何聯合國的機構 有權可以片面地決定台灣的地位 對台灣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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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的結論是這樣 結論是說 美國說 聯合國任何機構都沒有權利片面決定台灣的地位 這什麼意思 這就是占領管轄權的一個案例 什麼是管轄權 我問大家一個問題喔 一個家庭裡面 不要管父系社會或母系社會 請問是爸爸對小孩子有管轄權 還是媽媽對小孩子有管轄權 我們只能選一個喔 不能兩個都選 舉個是爸爸的請舉手 老婆對小孩子有管轄權 覺得是 老婆對小孩子有管轄權的 搶搶搶手 答案是這樣子 這是自然法 這並不是父系社會母系社會 根據自然法 經過組聯法 是 阿母對小孩子有管轄權 為什麼 因為 當要決定這個小孩子的繼承問題的時候 是媽媽才可以決定 為什麼 因為只有媽媽才知道小孩子的爸爸是誰 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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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子 對不對 你怎麼知道 老婆是什麼 阿母這麼知道啊 還是那個 偶書啊 接生的護士 或者是他的監護人啊 所以 在決定這個小孩子的監護 的繼承問題的時候 只有知道 能夠確定這個小孩子的身份的那個 人 才是對小孩子有管轄權的人 同樣道理 一個國家 一個領土 一個政府的繼承問題也是一樣 台灣就是牽涉到這個 也是牽涉到一種 技授問題 誰對台灣 這個小孩子有管轄權 美國說 聯合國任何機構都沒有全力片面決定台灣的地位 他什麼意思 只有他能決定嘛 不然他怎麼有全力講這種話 他是這個 台灣這個小孩子的監護人嘛 你懂我意思嗎 只有他才能決定小孩子這個未來 結果我們小孩子還沒有長大之前 不是到監護人蓋章 認為小孩子 他成年之前是沒有行為能力的 台灣現在就是沒有行為能力 因為台灣現在被 代表台灣的當局是一隻猴子 是監護人派出來的猴子 是監護人派出來的猴子 我們其實是有跳過一些的啦 比如說 剛才要講這個IQO背後的這個背景 我們大概講一下 就是說 這個IQO 就是說誰擁有台灣的軍事及領空管轄權 比如這領空管轄權就包含了 比如說防空識別區 防空識別區是屬於軍事的也是屬於領空的管轄權 那像民航的民航方面 比如說我們剛剛講的這個IQO 國際民航組織 芝加哥公約 它牽涉到的是民航方面的 那民航方面的 一方面是屬於領空上的民航管轄 飛行的民用航空的管轄權 但是一方面也牽涉到FIR 就是所謂的飛航情報區的管轄權 雖然這兩個是不完全一樣 就是說 飛航情報區跟防空識別區 這兩個是不一樣的 但是基本上都會牽涉到 軍事及領空的管轄權 所以在這個危機解密有個檔案就揭露說 這個美國在來協會處長楊書蒂 在2007年12月20號 會見當時的國安局秘書長陳唐山 討論台灣海峽民用航道的可能性 參與討論還有周主任跟張副秘書長 楊書蒂要求台灣當局不可運用政治或媒體手段 渲染民用航道的問題 也必須跟美方充分協商才能發布相關的回應 像誰才有管轄權 楊書蒂是美國在台協會的處長而已 他還不是主席耶 他可以要求 他可以要求陳唐山 包括這個國防部李天宇 國防部長李天宇 不可 要跟美國先磋商才能發布軍事行動 進行到會議的尾聲 你看 陳唐山也同意會在軍事活動前 第一又先跟美方磋商 陳唐山向楊書蒂保證陳水平總統 或是國家權會議都不會介入軍事討論 楊書蒂告訴陳唐山 他已跟李天宇部長交代好 要持續跟美國再來協會保持聯繫 就是說 你若是真的有管轄權 你若做什麼事情都會跟美國報名 那是假嘛 對不對 所以剛剛這個也是一種管轄權的案例 這個WHO也是 我們沒時間了 大家可以看我以前的演講的影片 你仔細看這個影片 有的人可以認為這個影片可以證明台灣是個國家 你們看可不可以 走私報告把世界各國的表現 由好到怪分為四大類 最差的一類外國政府 今年有16個 如果不在報告公佈的90天內做出改善 有可能面臨美國制裁 至於次差的觀察名單 今年有32國 去年被歸類在這一類的台灣 因為良好表現 今年被升到第二級 並受到國務卿萊斯女士的公開讚揚 隨後發言的國務院監視即打擊人口走私辦公室主任馬克雷根大使說 台灣在上星期與美國執法單位密切合作下 破獲了一個人口走私集團 逮捕了12名嫌犯 該集團被懷疑經由人口走私方式 該集團被懷疑經由人口走私方式 將女性送到美國和其他國家 從事賣淫等工作 這起案子 充分展現了台灣當局 對打擊人口走私的不及態度 沒有他講台灣當局 有沒有 然後你看喔 這個影片製作者認為這樣可以證明台灣是國家 所以呢 因為這裡這個影片製作人 還有那個記者 都把country翻成國家 所以 他們就認為這樣證明台灣是國家 為什麼 因為他們都把country翻譯成國家 翻譯成國家 所以他們覺得這樣就證明了 因為美國國務卿來是這樣講 所以他們覺得這樣證明台灣是國家 請問這裡country可以翻成國家嗎 我們來說其實不可以 舉例給你看 這個沒時間講 這個先提一下 就是說 亞洲開發銀行叫ADB啦 ADB他在馬尼納 亞洲開發銀行 中華民國本來是創始會員 一直到了 1983年的時候 中共 那時候 1983已經 中國華民國 名字其實要叫中國台北 中華台北了啦 因為他已經跟美國政府斷交了 所以那個時候 中共要加入亞洲開發銀行的時候 他建議用中國台灣 但是美國建議用中國台北 就是台北China 當然 亞洲開發銀行是採用美國的建議 而不是中國的建議 因為美國才有管轄權 但是到後來 後來 1997 就是1997 香港回歸 1998年的時候 香港加入亞洲開發銀行的時候 他用香港China 也就是中國香港加入亞洲開發銀行 那就會搞混嘛對不對 因為之前他是用台北China嘛 那現在香港用香港China 那是不是會搞混 說香港 台灣跟香港同地位 對不對 所以呢 這個亞洲開發銀行的 主事的人就很聰明啊 他們怎麼辦 他們就把那個 鬥點後面的那一格刪掉 學過英文都知道 鬥點後面要空一格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學 學過英文都知道鬥點後面要空一格嘛 可是他為了避免跟香港搞混 他就把 這個台灣當局的名字 變成台北鬥點China 一個錯誤英文文法的名字 你不覺得很好笑 這個當局連他的名字都保不住 卑賤啊 很卑賤啊 他連他的名字都保不住 然後我們台灣人民又被這麼卑賤的當局代表 我們台灣人民多悲慘啊 台灣人民自己不知道 你的名字可以讓人家隨便亂改的嗎 不可以嘛對不對 台灣當局連他的名字都保不住 這個條碼大家都知道 你去零售店買一個產品 你去零售店買一個產品 都很容易看到這13個條碼 比如說590 前面這3碼590是代表波蘭 你看新聞就知道 他只能代表登記地 而不是產地 因為你這個產品在這邊 比如說這橄欖油 這橄欖油比如說是在波蘭登記的 但是他不一定是在波蘭生產的 OK 可是有的你去看 比如你看維基百科 他就會把登記地寫成登記國 或者是生產國 請問那個是國嗎 我們來看他的國是什麼 就是這個country EMA country code有沒有 好這個EMA你看台灣是什麼 台灣是471 台灣是country 假設是country 台灣的country code是471 但是你看香港 香港的country code是489 香港是國家嗎 不是嘛 所以country可以翻成國家嗎 不可以嘛 對不對 馬靠 馬靠是澳門 澳門也有country code啊 他的零售產品 登記的話是958 澳門是國家嗎 不是啊 所以country可以翻成國家嗎 不可以啊 不能說台灣是country 美國國務卿來的時候說台灣是country 台灣就是國家嗎 胡說八道 沒時間講 比如說國際標準化組織的ISO code也是一樣 ISO也是用country當英文嘛 你看 這裡有香港啊 香港也有 香港的ISO code是344 對不對 台灣是158 你看巴勒斯坦 巴勒斯坦 巴勒斯坦也有275 巴勒斯坦是國家嗎 不是啊 可是巴勒斯坦也是country啊 所以country很多時候不能翻成國家 你看 這個 美國國務卿鮑威爾 告訴香港鳳凰衛 他在2004年訪問北京 他接受香港鳳凰衛士的採訪 他說 只有一個中國政策 台灣不是獨立的 他做一個nation並不相有主權 很多人會把nation翻成國家或者是民族 他是真的國家嗎 這個就是下面這個韋德 美國的國安會主任韋德說 聯合國的成員需要國家 台灣或中華民國都不是國際社群的國家 這裡的台灣當然是指台灣當局啦 他這裡用的是同位語 你看 英文上的是用同位語 他同位語是說 這個台灣當局的名字以前叫中華民國啦 懂我意思嗎 所以他這個國家是什麼 是state 是state 所以就有三個字了 什麼是真正的國家 country, nation, state country是什麼 在英文裡面 count就是伯爵 貴族的伯爵的意思 所以這個country就相當於以前那個伯爵的領地 所以這個country你可以翻成領地國或疆域 可是這個國沒有那個 大部分時候是沒有那個政治法律的那個國家的意思 它就是一個疆域 有共同的制度 要繳一樣的關稅 繳一樣的稅 nation是什麼 nat的語言是to be born 生下來的 被生下來的 因為是被生下來的 所以它是語言跟文化的共同體 所以有時候很多人是翻成民族 有的人翻成國 我覺得翻成幫比較好 因為幫有時候是民族的意思 有時候是國的意思 state是什麼 state的語言就是站立起來的意思 譬如說你看 政客很喜歡講 他就塑造那種共同的意志 那種做出選擇 對未來做出選擇那種的意志 所以它是政治法律的共同體 它是真正的命運共同體 因為 什麼是命運共同體 我們 我跟一個女的互相認同 我們同居 我們是命運共同體嗎 不是啊 要結婚才是命運共同體 因為結婚才有正式法律上的約束 保障彼此的權利義務 對不對 同居不是啊 我認同你 我喜歡你 喜歡台灣就台灣人喔 那是共同體嗎 那不是命運共同體啊 他就算 一個越南的新移民 他就算每天都去7-11捐錢 請問他跟台灣是命運共同體嗎 我可以說我要變成美國人 我每天去美國的超商 每天捐錢 我就是美國人嗎 不是嘛 你再有愛心 你沒有透過一個法律的程序 你都不會成為美國人 你沒有通過一個效忠的程序 這個沒有時間講了 那有時間可以去看 比如說這個英國 舉個例子 英國就是聯合王國 它是不列頂圈導一個國家 而且是由君主控制的皇權的一部分 所以說 英國女皇 它不只有英國 它還有一些 比如說皇權屬地啊 海外屬土 以前那個香港就是屬於這一類 但是這個聯合王國 並不擁有這個皇權屬地 這些都是只屬於女皇的 這個沒有時間講 我們最後講一個主權在民 就下課 政客最喜歡講主權在民 什麼是主權在民 人民可不可以當主權者 什麼是主權在民 主權在民是原字如說 我們看如說怎麼講主權在民 社會契約的核心想法可以簡述一下 我們每一個人把他與他的權威 至於公共意志的至高指導之下 群體接受每一個人作為不可分的一部分 所以如說的主權在民有三個步驟 第一個形成公益 比如說有一群人 我們有個共識說 我們要形成一個共同體 再來呢 有主權者 就是說那群人民的代表 就是主權者 去代表這些公共意志 然後由這個政府 就是執行的機關去實行公益 所以二到三是授權 因為他去執行 主權者可以授權一些機關 刺激的法人去執行 一到二就是形成這個代表 就是涉及公益及主權者的產生 而產生不同類型的國家 所以一到二是國體 二到三是政體 國體跟政體本來就是可以分開來的 雖然以前很早以前 統治者跟主權者會混為一談 但事實上 主權者就相當於公司的董事長 統治者就相當於公司的總經理 董事長跟總經理 以現在的觀點本來就是可以分開的 但是 對 那如說那時候的理想是說 主權者不能實行 政府不能代表 因為這兩個混在一起的話 很容易獨裁 在以前 尤其以前觀點還沒有很清楚的時候 很容易獨裁 但是現代國家也很少分得很清楚 但是他們有別的方法去避免獨裁 你們可以去想這個問題 這個很重要一個問題 假如表決不是全體無益通過 為什麼少數人要服從多數人 為什麼幾百個需要主人能 可以代表十幾個不要主人的人表決 這是如說問的一個大哉問 就是說台灣兩千三百萬個人 本土台灣人 有一千八百萬到一千九百萬 那些中國難民及他的後代 大概有三四百萬 不過顯不論這樣講 兩千三百萬裡面 假設都是奴隸 因為戰爭問題下的奴隸 但是呢 假設有四十一萬 不想要當奴隸 可是有 兩千三百萬減掉 或是 有投票權利的那些幾千萬人 減掉那四十一萬 想要當奴隸 請問 那些想當奴隸的幾千萬人 可以投票 去代表那個 不想當奴隸的四十一萬人嗎 盧梭在問這個問題 他說 如果在此之前 沒有任何約法三章 這種接受多數 這個多數決定 多數選擇的表決方法 至少應在一個場合通過 全體無意義的表決 也就是說 什麼叫做民主社會 什麼叫公民社會 就是它有個前提啦 前提就是我們 有共同的地位 共同的資格 我們要建立一個共同體 這個共同體建立的 才有所謂的多數服從少數 這個共同體還沒有建立之前 沒有那種多數服從少數的 那台灣是不是 台灣是不是公民社會 台灣曾經是 什麼時候是 1945年4月1號 天皇陛下頒布造書 賜予台灣人參政權及參戰權的時候 是 那現在不是 為什麼 因為現在台灣人 台灣這個土地上充滿了 佔領者跟被佔領者 有難民跟不是難民 所以我們地位不一樣 所以不能做那種 像結婚那樣的約束 他們還不能規劃 必須解除這個佔領狀態以後才能規劃 所以我們民政府要做什麼事 我們就是要恢復到正常的佔領狀態 然後再去解除佔領狀態 這時候才有所謂的正常的規劃 然後才有真正的共同體 這才是真正的路 所以結論是這樣 人民不是主權者 只有公民形成公共意志 只有公民 公民喔 還不是人民喔 公民可以形成公共意志 參與主權權威 人民政府都不擁有主權 人民政府都不擁有主權 只有主權者擁有主權 如果他代表公義 主權在民的意思是 統治主權 因原制公民 你要注意喔 我用原制喔 所以只有公民才可以 行成公義參與主權權威 這包括君主制共和制都一樣的 這不分君主制共和制 主權會原制公民 但是 居民或者是外國人 並不能因為他住在這塊土地上 他就說我可以有政治權利 謝謝 謝謝 各位學員 好睡 阿樓腳一樓的餐廳要吃飯 下課休息 一樓餐廳吃飯 感谢观看